各位好,我们来看这一题范例 这是关于我们的干涉公式怎么使用的一个范例 那这里呢,题目有给我们它的使用的波长 光的波长是6000i 然后照射双峡 它测得第一暗纹的位置 距离中央是0.03公分 要求中央量纹的宽度 那是这样的 从这个我们的公式里面 从这个我们的公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哪个位置会是暗纹,哪个位置会是量纹 那只要是lλ除以0的整数倍 就会是量纹 那lλ除以0的2分之几数倍 就是暗纹 并且量纹的宽度 也就是n等于1 跟n和n加1之间的差距 n和n加1 例如说n等于1和n等于2 或n等于2和n等于3之间的差距 就是lλ除以0 那暗纹的间距 也是 就是2分之3和2分之5 或是2分之5和2分之7 之间也是 也是差了1 那第一暗纹 第二暗纹之间的距离 也是lλ除以0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量纹的宽度 或者说暗纹的间距 就是lλ除以0 所以今天这一题它说 从中央线到第一暗纹的距离是0.03公分 所以就是这样 这一条 这条是中央量纹 中央线 然后这一条是第一暗纹 所以它差0.03公分 那中央量纹的宽度就会是 从上面的这个第一暗纹 到下面的这个第一暗纹 所以是0.03倍 0.03的两倍 就是0.06 那再来第二量纹中线的话 就是第一量纹中线是2分之1 不是2分之1 第一量纹中线是lλ除以珠 第二量纹中线就是两倍lλ除以珠 那我们从这个几何关系可以知道 中央线到第一暗纹是lλ除以珠的一半 那lλ除以珠 lλ除以珠就是0.06 0.03的两倍 所以今天第二量纹是在 两倍的lλ除以珠 那就是0.06乘以2 答案是0.12 那再来第二暗纹中线的话 中央线设为0 然后第一量纹是距离lλ除以珠的一半 那再加一个lλ除以珠 也就是在2分之3 2分之3的位置 就会是2分之3倍的lλ除以珠 就会是第二暗纹 所以我们第三题就可以写 第2分之3倍的lλ除以珠 那就是第二暗纹的位置 好就是这样子 谢谢同学